所有6岁级以下的新加坡孩童 从这个月中旬开始将获得400元的儿童培育户头一次性填补 预计将有24万名孩童受贿 财政部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早发布联合文告表示 这笔填补金是今年财政预算案加强定薪与援助配套的计划之一 为本地家庭养育年幼孩童所提供的额外财政援助 填补金金额是去年的一倍 当局将直接把400元的填补金存进孩童的儿童培育户头 如果家长还未帮助孩子开设户头 必须在明年6月30号之前开设才能够获得这笔填补金 当款项存入孩子的户头之后 当局会通过手机简讯电邮或信件通知家长 当局提醒手机简讯应该从官方的账号发出 并且不会要求回复 点击链接或者是提供任何讯息 当局也不会通过WhatsApp 或其他的聊天应用程序发送通知